灵魂之约 经典之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历姐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 黑帮大哥 退眼江湖 一心只想做好炸酱面的高校电影 话说我们的男主小金 是一位刚辍学的18岁高中生 他有一个好朋友叫虎子 两个人整天无所事事 到处若是生非 特别是小金身上 简直是自带欠揍的细胞 这天 两个闲人骑着摩托车 在路上到处瞎溜的 无意间就整出了一件交通意外 两人很顺利的就被请进了警察局 很快 小金的妈妈黑发姐 来到警察局为他们保释 只见前一秒对警察很客气的黑发姐 下一秒对着小金就是一劲如来神斩 直接把小金当场打晕 吓得警察连忙捂住了自己的脸 小金的妈妈以前是练排球的 所以手上功夫极为了得 可见小金的童年过得是多么精彩 然而这可重重挫伤了小金的自尊心 她不愿跟着金发姐回家 而是买了车票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她想躲开对自己残忍的妈妈 下车后便遇到了和她同病相连 在这流浪的小红 嘴欠的小金开始调侃小红的头发颜色 和奇怪的眼镜 还不停地手落着小红土包子式的装扮 终于她把小红惹怒了 小红直接飞起一脚 立刻让小金尝到了她无影角的厉害 被撂倒在地的小金 突然间就感觉肚子饿了 她亮强地来到了一家面馆 点了一碗炸酱面 而此时她身上的钱也只够吃一碗面 正当小金在那狼吞虎咽吃面的时候 却看到厨房里的师傅在那咆哮着 并一脚将外卖小哥踢了出来 小哥也不敢慷生 揉着肚子蹒跚着走出了餐馆 小金一看机会来了 她向老板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并向老板保证她能胜任这份工作 老板张哥喜出望外 并答应她现在就可以上班 要知道她这里的外卖员可是最难招的了 不知道被大厨轰走了多少个了 小金带着一丝恐惧悄悄来到后厨 想一探大厨的容貌 原来大厨王哥长得像如来一样的身躯 难怪力大如牛 虽然她有点怕王哥 可没忍住那张欠揍的嘴 对着王哥就是一顿瞎刀的 最终王哥赏了她一记如来拳 让她晕呼呼地睡着了 坐在餐厅的张哥虽然听到了动静 但却也只是忘了忘 仿佛这一切她早已习以为常了 晚上关了餐馆门 王哥就把小金扛到宿舍去了 小金想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 他突然发现王哥正睡在他身旁 把他吓得连忙跳了起来 不过他很快发现原来王哥是睁着眼睛睡觉 第二天他整装待发地上班了 不过他发现第一单生意竟是给小红送餐 这让小金很生气 想到了上次受的屈辱 他马上摆出了迎战的姿态 哪知他根本不是小红的对手 一阵旋风过后 小金又被打趴在地上 当他醒来的时候 照例又到了半夜 在这里心疼小金一秒钟 他怎么总是被打晕并且一晕就是几个小时 另一边小金的妈妈借高利贷开了一间小吃店 他想多挣点钱 就这样把小金留在自己身边 虽然他现在生意很好 但却每天都在担心小金的安危 害怕他在外面惹事 所以不停地发信息告诫他要听话 外面不好混就早点回来 看着妈妈发来的信息 小金不为所动 他想在外面混出个人样让妈妈看看 与此同时他的发小虎子找了一份放高利贷的工作 每天的工作很轻松 就是替老板收账 发发小卡片 并且工资还很高 镜头一转小红回到宿舍后 发现来了两个小混混 小混混见到小红后 二话不说就开打了 但却不知小红以前是跆拳道高手 几下便把小混混打趴下了 然而这也激怒了两个小混混 他们很快就站了起来 吓得小红仓皇着就逃离了宿舍 而两个小混混却死死地跟在身后 开着车一路狂奔 碰巧这时小红遇到了小金 而小金也是个热心肠的人 他扑上去就死死拖住一个小混混 想要救出小红 但很快他便被小混混摁在地上 接着就是一顿蹂躏 这时候小金开始大声地向王哥求救 结果面馆那边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随着街上的人们越来越多 两个小混混害怕招来警察 不得已才放过了他们 迅速开车溜走了 小金把小红扶到张哥家里 张哥给了他一些药之后 倔强地小红离开了 小金在送小红出门的时候 见他没有穿鞋 于是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了他 从此后 小金对王哥那是百般鄙视 认为他就是个怂包 只敢欺负自己 可王哥对他的说辞却置之不理 晚上老板给小金发了工资 小金平生第一次拿工资 心中还是惊喜 他决定请大家去外面吃饭 大家热火朝天的喝着酒 张哥趁机劝他回去看看妈妈 可小金对妈妈充满了敌意 怎么听得进去张哥的话 张哥一脸无奈地看着小金 一旁的王哥却说 现在的人过一天是一天 等你妈妈到时候不在了 你再回去拿他的遗产就行了 毕竟是母子 小金不能忍受别人这样说妈妈 他生气地回了王哥一句 不料却惹怒了王哥 一巴掌就把他打出老眼 可就在第二天 小金果然出现在妈妈的面前 两人的关系还是很僵 谁也没有说话 小金扔下公司扭头就走了 当黑发姐看到小金的公司才明白 原来儿子长大了 后来小金找到了虎子 他想说服虎子换份工作 却被虎子一口回绝 认为这就是他要的工作 小金只好又回到了面馆 这时却看到了小红也在面馆工作 小红是个孤儿 张哥看着他可怜 便让他住进了女儿的房间 为表示对新人的欢迎 他们决定去KTV庆祝一下 当几人放松完出来的时候 小金又遇到先前的那个小混混 接着他被打得躺在地上 无还手之力 正当小混混准备打王哥的时候 却不想被他戏耍 恼羞成怒的混混们 来到了张哥的炸酱面馆 就是一通乱砸 竟还打烂了张哥女儿的骨灰盒 实在忍不下去的王哥 随即对混混们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不过很快就惊动了警察 将他们全部带进了派出所问罪 原来王哥的身份曾是黑社会的大哥 不久 黑帮的小马就找到了王哥 让他出面帮忙摆平另外两个帮派的纠纷 本来他已退演 无心管江湖中士 可耐不住兄弟的求情 他决定再次出身 很快以他一人之力摆平两个帮会 当他拖着受伤的身体出来的时候 小马才出来感谢王哥出手相救 面馆暂时歇夜 小金和小红回到了妈妈身边 不料妈妈欠下了高利贷 虎子正带人催妈妈要钱 当小金打电话给王哥寻求帮助的时候 王哥却说男人的事情要自己办 其实王哥也没闲着 又去救了那个外卖小哥 而此时黑发姐的店 遭到大批高利贷嫌了要钱 当高利贷老大准备拿小金的公司贷的时候 黑发姐使出绝招 一掌就将他打倒在地 他不允许别人动他儿子的第一份工资 但黑发姐的店属于违章建筑 很快就要被强拆了 于是黑发姐干脆搬到了胡子奶奶家里 大家一起生活 虽然没有了钱 但他很高兴儿子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还成了一个担当的男子汉 王哥也再次回到面馆 继续做他的炸酱面 故事到这里也就讲完了 不知道看完本片的你们 对归影这件事情有何看法呢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地雷